国际主务的G-20峰会下周末即将在印度新德里登场 外界预期美中两国元首渴望举行场边会谈 但是中方在一号宣布由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出席 5号到8号要举行的东协峰会 因此外界研判李强可能会代表习近平参加印度G-20峰会 G-20峰会下周即将在印度登场 各项准备工作请罗密鼓 美国总统拜登希望继去年11月 印尼巴厘岛集团体峰会之后 能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续前缘 不过中共当局一号正式宣布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5号到8号的东协峰会 外界预期接下来他也会代表习近平参加印度G-20 意味着拜习会必须等到11月 亚代金合会才可能会实现 新德里主办国际盛会 但当地的猴子大军四处破坏市容 当局为了防止弥猴作乱 特别在各地放置他的天敌夜后看板 并且播放猴子的叫声 希望达到以猴之猴的效果 印度的饭店业也绞尽脑汁 准备提供结合传统特色的各式美食 好好的款待各国贵宾 印度政府将在外国元首下榻的饭店周围 部署特种部队 还会安排便衣突袭队入驻 维安绝对要做到滴水不漏 陈雨顶边野 谢谢大家